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点葱花 蒸熟的土豆片放碗中 用擀面杖倒入泥 加点食盐13姜 搅拌均匀 搅入葱萝卜葱花 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搅匀 放点小苏打 搅匀 加入50克面粉搅拢糊状 然后倒入裱花袋中 把口子剪掉 锅烧热 多倒点食用油 然后挤入面糊 用筷子剪断 中小火慢炸 筷子不时的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酥脆 口味捞出 全程到约5分钟 美味的土豆鸡蛋小零食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脚里软 咸香有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鸡蛋小零食就 enfer了 都要收好 感谢日子